台湾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开兴随身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能无成功描迹胜 这是台湾人民 能无成功描迹胜 音量日月最长生 音量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圣鬼谷子 今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么无量寿妙至圣王产老主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第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届 闲事同修 今天我们在台北道场大安室 在这里上课 我们联合上课 我们这段33天的华会 习武华会 各位都很忙 各位也都很配合 也很慈悲 将33天的华会都圆满 我除了代表 所有参加祈福的 贤士同修 社会大众 十方善之士们 向各位致谢以外 我也代表 我们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数 姓术列祖列宗 朱祖灵 及各府堂上 列祖列宗 各位的礼节 严亲在祖 年座上 朱圣灵 向各位祝谢 祈愿 农天护法 保护各位 昌生 化解世间的恩怨情仇 能够 一一的 凌归西方极肉世界 活净土 这是我们美国人的本愿 从这一次的华会 我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空界灵魂界的 还有现象世界的人世间的 恩怨情仇 恩怨相报 何时了啊 这个也就是 正如我们 风水学 易经风水学的 四十八局 四十八局 就是英国轮回 英国轮回的 法则 所以 四十八局 就是佛经所开示的 法务定法 非法 非法 非非法 易非法 三远九运 合起来 就是四十八局 四十八局 就是二十四三 二十四三 二十四个相 合起来四十八局 三相 够有天命 三相 够有 他的 因缘果伯 所以我们 在世间上 我们绝对不能 瞧不起别人 你瞧不起他人的话 有一天 他会瞧不起他 瞧不起他 那时候就会 很难逝啊 当时 你笑我散 这变我 不敢笑你散 但是 我很感恩你笑我散 这就是四十八局 所以老子书真 这样带开方便法文 给我们来学习易经 了解风水 和生活 所以易经 就是生活 生活在易经 这是一个真理 一般人 忽略 一直把易经 汉风水 认为是外道 事实上 有一天 你就会碰到 我们中部 有某一家 佛士 这位老和尚 原来 他也是台湾 算有名的老和尚 修得非常的好 但是 他没有排斥 其他的宗教 他还是很尊重 其他的宗教 但是他的徒弟 弟子们 就有排斥 我们道教 易经 风水 就会排斥 我也常常听到 他们在排斥说 哎呀 风水外道 这个人不能交 怎么样 有一天 我跟着朋友 我去那边去拜佛 刚好中午啊 老和尚 很慈悲的说 啊 当一次我们一起 用个午餐 用个素摘 给佛祖 请吃饭 保平安 再回去 那好了 我也非常感恩的中午就跟这些老和尚一起吃饭了 吃饭了 他问我说你在哪里修行啊 没有我只是在当测量啊 我是都市计划测量的公司测量师而已啊 所以这位老和尚呢很慈悲啦 你有空都不带火 事实上那我打一个旺语 我现在很参加 老和尚往生了 我在空界都没有见到他 好不然我要告诉我 我当时有打旺语 骗说我只有测量 测量我已经改 改变大了 就在 那时候呢 老和尚呢 他在吃个药 他拿这药粉 那么巧呢 他吃油粉 他就对不起 我吃一下药 他吃起来 我坐在那边 刚好 后面是一个时钟 时钟 看着点了 十一点几分 十一点是内掛 第二呢 他就说 看着点了 我说 那几分就是外掛啦 那我就知道了 那么 你在动摇 你就动在那里 看着几秒 就是动摇 老师傅啊 你头发疼 头发疼啊 我说对啊 我头发疼 你怎么知道我头发疼 你研究 药是不是 没有啊 时钟告诉我的啦 时间告诉我的啦 那个时钟表 告诉我的 说你头发疼 怎么他会讲话呢 忘了 没有 跟他讲什么 好了 他喝过茶 请我 喝过茶 老和尚呢 很慈悲的啦 他就说 哎呀 我头痛了 好多年 好多年 一直吃药都吃不好 时间一到 我不痛不行 一定要痛他 痛个半个小时 痛得很难过啊 吃什么药都没有效 我拜什么 差点没有事 什么都没有用 那时候 好了 我说 你这个问题 出在哪里 出在洋窑 你的风水 有问题 那旁边的徒弟说 哎呀 我们信佛的 不信外道耶 我说你不知道啦 你说我外道 我说你不知道啦 你不知道 等一下 我再告诉各位 阿弥陀佛 各位维新闲士 各位书王善知识 哈佛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从民国82年就开始 成立 在残疾三县 我是 是终身学习 易经大学的妙法 将中华文化道统 七千多年的文化 以这一生 这一世 我好好就把它应用 所以本为新圣教的 易经是应用易经 实用派的 不是理论派的而已 理论派的 与世 无 没有办法解决的 很多当下的问题 所以 那位老和尚 他 就详细问我说 你到底 修什么法文 不但你怎么 可以 你看我在吃药 你也不知道 我里面的药的成分 是怎么样 你就说 我头太痛 我说 这个是易经 我用易经 他 易经 我对脑庄思想 我非常的有研究 非常研究的 这个脑庄思想 中华文化道统的 脑庄思想 对易经 我也有兴趣 所以 再一讲 旁边的 他的 士者 这些 徒弟们 出家 和尚 弟者们 就不敢多讲话了 我就跟 老和尚说 你的问题错 违背了风水的法则 所以你的头会痛很久 而且 你房子 你的一个 这个地 这个山 很漂亮 一个山 一个大殿在这里 原来 这里有一个山文 是 魁山 并下 那么 他把这个山 把它切了 切了 这门盖了 将近有四楼的大殿 大殿 大殿 这里只是 一楼的 殿 所以被人 造势 是前功 是前功 前功是属于守部 而且 而且 他这个前功 又那么高 伤主人 所以 又守部 又伤主人 当然头痛 高血 降不下来 认真拜佛 佛主有口 不说话 菩萨有口 多嘴佛 众生无口的话最多 我就跟 这老和尚说 你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要没有效 我不是 在批评 而是你违背了风水法轴 因为以前都不会啊 他以前没有盖的时候当然不会 你这里不盖 你盖这个很漂亮的 属于金色了 所以你在这里会修得很出名 会很多信徒 这个一盖起来 大殿盖起来 问题都来了 他对 盖起来之后 他的身体就一直 下滑 信徒减少了 很多很多很多 繁导都来了 而且有官司 官司不完 禅不完 就被隔壁这个 这个人 告他 他说为什么 人家会告我 我说你 这个阵场阻电在这里 白虎昂头 兵妻族 奴妻族 所以 又把 这个 山把他打破了 变成破军 把地理败掉了 要是不平衡 所以你这边 都是盖起来 有钱盖起来 你主要改在这里 这样的话 你的官司 无中生有 你就 会 散掉了 你的头也会好 这老叔父 他说 这样 对啊 他说这个人好没有道理 这个隔壁 这个邻居的 我一上 很没有道理 土地被他 占了 这个土地 他的土地被他占了 他还告老和尚 所以老和尚 又不能去 那 到法院又不能不去 又不能生气 又不能不去 那个 隔壁 那一位 我一上 到法院 乱骂他 说你 占了我的土地 怎么样 怎么样 修行人 怎么那么贪心 怎么样 他很气 又不能气 只有忍耐 忍忍手 不能忍 我说问题就在那里 你赶快盖起来 你的头就会好 后来 我跟他告诉他说 你该怎么盖好了 然后中午吃过饭 他说 哎呀 张居士啊 我现在这里要找 出家的 年轻出家了 都找不到 你看我现在 有一二十位 暑期 短期班 出家班 大专生出家人 出家年轻人 大专生 你看哪一个有缘 我说 哇 没有学面相 哎呀 哎呀 可以啦 你不要瞒我啦 那时候我已经在 五前五阶 已经经修院了嘛 我说 好啦 好啦 那到我 你 你吃杯了呢 我就等一下 我们到后面 他的大殿 的后面 后面这里是一个教室 后面是一个讲堂 在后面 所以讲堂 在那边 请他的所有 那个学生 都在里面坐的 就像各位同学 你们见面坐了这样 我不是要你们出家 那我就等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再为各位来解说 阿弥陀佛 各位微信神士 各位十方散之士 求诊不如求疾 求疾 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自己 在哪里可以找到 真正的自己 谁若是没有修行 没有学到的人 就好像一头是雾水 这是口头谈而已 事实上 就很简单 大家学义经 你就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 所以我就跟老和尚说 你整个的这些大官生 在这个教室 迷途讲堂 在这里我问 请他们说出三个数字 三个数字 三个数字就是用意义来排挂 那时候我也没有告诉他 怎么样可以找到他的传承的人 所以一个一个问 我要他们自己 静下来 练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 是内挂 然后第三个数字 在这个 他们说一到五十而已 一到五十的数字 不常太多 加减乘数你减不了 你要拿电脑来算 计算机来算 很麻烦 然后第二个数字 然后第三 是动摇 第三是动摇 第三是动摇 再来一座四 主生的摇动 主生的摇动 祝佛有缘 有缘 第二 主生寮 划退 半路 退道 第三 主生寮 此事 此事 就是出家病 第四 主生寮 寂寄 寂寄 破 木 绝 修求 那缓之 第五 主生鸟 愚妄向 这个集市 与佛有缘 这个集市与佛无缘 主生鸟 发退发破 那都无缘 主生鸟处事 不真乎来说 不混妄 也是有缘 那个是要对 没有学过语经的人 叫他们算数字 讲数字出来 若是像你们有学的 我问你们 每一个人都不准 你们怕出家的话 怕把他们抓下来 留在大安室的话 你们的数字 你们想一想 挂中没有主生鸟 主生鸟带破了 那等一下下口你们都回去 我没有留下一个人 所以 一个一个 二十几个 在那边给他们表达 两个都小时 我说有六个 都是主生鸟望向的 我说你们哪一位 哪一位哪一位 你们可以留下来 你们与佛有缘 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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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他们家 怕爸爸 妈妈反对 爸爸妈妈反对 怎么会送你们来 短期出家 所以就放下心来了 那一期 就有五个 大专生 大学生出家了 所以那位老师傅很高兴 我在过三年 去看他 去的时候 老师傅不在 他到美国去了 刚好他的徒弟 在那边守护着 博士 看到我去 他 你是张俊师吗 我说 是啊 你怎么认识我 我就是你 叫我练叔叔的 留下来的 练叔叔留下来 我回去 跟我爸爸妈妈说 我要出家 我爸爸妈妈一口大意 说好 好好好修行 然后修行才是根本 我从来 他没有想到说 爸爸妈妈 赞成他 会出家 所以 我说你们老师傅呢 老师傅呢 他去美国去弘法了啦 老师傅还教导我们要学艺经 但是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我也没有留下名片 没有留下住址 我是耳朵啊 我叔叔啊 一年随机 在那边 我们与老师傅 去做委员 所以 韩山问石德 当有人 说你 毁谤你 骂你 怎么样的 让你不高兴 问石德 你怎么办 石德呢 他就说 忍他 让他 不理他 再过三年 看他如何 再过三年 不是说再过三年 他会怎么样 而是我们三年 这三年内 我们所讲的话 有没有印证到 我们三年之内 我心里有没有改变 我的思想有没有改变 我的智慧有没有增长 你对三年后 所看的一切事情 是不是 有所变化 不一样 这都是道 都是修行人 所以我们要忍 要忍 要忍 若是不忍的话 我们烦恼一定会很多 这即是修道人 与一般环夫 不同的地方 吃青梦小蛋 所以 这个案子 也是给我一个视线启示 所以 我借这个一年 教各位同修 你们 随时可以用意取卦 用意取卦 我希望这一节 我为各位 讲其他的一些案例 祝福各位 欢迎订阅 的教法 就是义经 天地立宗 圣人立教 名为宗教 宗教有很多的 方式 来理解自己的心 理解自己的 周围身边的一切 所以 一经我们要活用 回想在民国73年 那时候我在台中 台北有一位我们的林师兄 在和平东路 梅花旭宴旁边那里 借过办公室 给我在这里 跟台北的他的朋友 节善园来普挂 用意 来普挂节善园 每天 大家觉得好善言 有一天 我要回到台中 他说做卓国国号 票买了 但是都买不到 那我就在尿急咯 怎么办 一急咧 你尿不出来 看一看时间咧 怎么咧 刚好 厕所里面 有一位年轻人 毕竭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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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里面 嗯 嗯 嗯 啊 做突如其来的 道 我开始算 嗯 嗯 嗯 好 一急 几声 为虐瓜 好 啊 啊 啊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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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 咧 咧 第二次 咧 又 猪 咧 几声 就 拉出来 哦 他很高兴 我也很高 所以我也尿尿尿出來了 我馬上起誇 我說啊這一班車不能坐 我說這一班車能不能坐啊 我以為不用鐵在家 扁桌上停輪先撥下擲 也不能再抽 都在這裡撥下擲這一班車能不能趕得上 一定會有原因不給我坐 剛好就視線那個聲音給我聽 我要馬上起誇 所以我就很高興了 謝謝老主啊 為了要給我了解這個誇 讓他在廁所裡也拉不出來 我也尿不出來 他飲料都拉不出來 就馬上在那裡沉掛 裝掛裝起來 結果那一班車是開開到頭混了 中間兩個胎都爆胎了 在高速公路上 就故障了 所以我們這個用意 你隨隨便便都可以用意 時時刻都可以用意 這個就是梅花藝術 梅花藝術的用意 又有一個例子 當時中興新村 官員都在那邊 有一位研究梅花藝術了 有一天把他研究梅花藝術了 他說幾點幾分 這個中午呢 杯子啦 那個桌子耶 在客廳裡面 杯子會破掉 他呢 好了他看怎麼破 在那邊等著看他怎麼破 他的老婆叫他 老公啊 吃飯啦 好啦好啦 你先吃啦 老婆 去想去啊 你看怎麼啦 杯子拿去 算破了 算掉 哦 原來是這麼破啊 這是梅花藝術 少康節 他的梅花藝術 非常的厲害 所以用意 我們時時刻刻都可以用意 好壞 都是在上天給我們的啟示 好 給我們起訴說 這件事情極兴禍福 你要用 你就是融入自然 融入大自然 所以道 恨佛 道為體 這是道 道體 這個呢 裡面的智慧 智慧 智慧就佛 就佛 就智慧 智慧 是智慧 道是體 有 佛 是智慧 能夠查知 本體作為大五其外 道是大五其外 佛就是四五其內 佛就是四五其內 道 大五其外 四五其內 就是佛 所以叫做佛道 佛道雙修 各位要了解 佛道雙修 你不能只說我修道 不學佛 不修佛 那錯了 那還是不圓滿 你不具足 所以王山老鼠倒教是行 創辦了 創辦了維新聖教 成就了維新聖教 就是佛道雙修 若是有人問你說 你是什麼教的法師怎麼樣 我們都是佛道雙修 道是體 大五其外 宇宙虛空 無限大的範圍 周圍都是道 周圍都是道 而體內 體內 到體之內 就是佛 就是四五其內 所以到體 佛道雙修 那即是維新聖教 上聖心法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所謂善知識 王燦老祖 祝福 祂的道體 究竟有多大 王燦老祖的道 有多深 所以在這一次三十三天的法會 我攻占王燦老祖 教主的天位的時候 我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王燦老祖的道 他的題 說大五其外 哎呀 無限大的空間 滿三千大千世界 銀河星系 都是在道之內 都在你的題之內所包含的 所以王燦老祖 他的 有多大呢 就大五其外 哦 那麼 四五其內 從這一點心 發露出來的這一點心 四五其內 大家告訴每一位人 尊重每一個人 所有 我們所有的賢士同修們 你們悟到了 時候 從我們的心這裡 延伸出去 比地球還大 比九大 行星 太陽系 都還大 所以我們的心 多大 多大呢 多深呢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 從這個地方到的 木星之間 有多少的距離 裡面有多少的微生物呢 那就是要智慧才能夠了解 那就是佛才能知道啦 佛才能曉曉昏明啊 就是要智慧才能曉曉昏明 比如說我們二屆 也在這裡上課 那時候已經搬過來了 上課 有一天 我就跟二屆的同學說 我們用意來算火星裡面 火星球 它的元素是什麼好不好 結果掛出來 天山頓 烏雲閉日 裡面也沒有水 也沒有木 從一掛裡面就可以了解 那叫做佛 叫做智慧 天山頓 所以 我就可以斷定 火星表皮也沒有水 也沒有樹木 可以肯定了只有一些水紋 為什麼有水紋 掛中水是湖場的 湖場在初遙 初遙 初遙就是潜濃 潜在地裏面的 龍 龍水系 所以 這個星球就是這麼結構 現在都錄影帶都還可以找出來 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們一位師兄 他呢 就是從 雜誌報章上 看到 美國太空總使 美國太空總使 經過幾十年的研究研發 發現 發現 證明 火星 是沒有水 表面沒有水 而且 而且 也沒有樹木 只有水紋 那就和 我們當下 要做 兩分鐘 已經到了 太空 所有 星系都在裡面 寥寥分明 這就是佛 就是智慧 意見就是智慧 名稱叫做佛而已 佛來代表 在我們講叫智慧 道是體 你可以大物其外 意見就是大物其外耶 所以我們同學師兄好高興 他就拿來書 報章拿來給我看 好高興喔 這疫情怎麼那麼神秘 嘿嘿嘿 當你知道用意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能貪 貪你會很完蛋 我們師兄他喜歡玩股票 他就問我每天搬 我算你有沒有福啊 再看看有沒有福 有福的話 有財富的話 你才投資股票 沒有財的話就別不免談了啦 倒是很深的啦 他也不理會師父怎麼講 他是玩他的 有一天 拿了申請單 師父他要減免學費 那時候我們只有一千塊錢 減免五百塊 我好我批給他 再過幾個月咧 他說師父我也要再減免一次 減免多少 減免到兩百五 我也批給他 到最後來 我說你 要不要再減免 最好輸 250塊錢 我不要交啦 好不好 讓我減免啦 那沒有錢喔 沒有我的房子 四棟媽媽留給他的四棟房子 都賣光了 哈哈哈哈 貪心 貪 用意 你可以了解到 你究竟有沒有福嘛 沒有福 那就吃比較 吃比較舊的 吃比較幼的 那我們就不是就很心安嗎 所以我們一般人 就有那個壞習慣 想要求得一點財 首先你沒有那個察知 察覺有沒有福 有沒有財 那你一口栽進去 神也不容易啊 道也不合啊 佛智慧也選不出來 所以王坦老主開示 就是我們要佛道雙修啊 你聽到嗎 有 好 好 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下 祝福歸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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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